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将从日本政府获得高达210日元折合1.4亿美元的补贴,用于在东京附近建造一家晶片开发工厂。 据日本工业部12月下旬发出的公告称,三星新中心的开发将集中在晶片封装领域,总投资预计将达到400亿日元。 其中,日本经济产业省将补贴最多一半。 该工厂将建在横滨,横滨是三星日本研发中心的所在地,不过新的封装中心将是独立的。 三星致力于与日本同行共同开发晶片封装技术。 截至10月,三星表示,已获得来自国内外多个高效能运算客户的许多先进封装订单。 5月份,三星公布了该投资计划,该投资正值韩国和日本之间关系改善之际。 4年前,日韩陷入了历史和贸易争端,日本一度限制向韩国出口晶片制造材料。 日本的最新举措,高度象征着决心重振其晶片产业,摆脱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和增长停滞的局面。 台积电正在日本雄本建设其第一家工厂。 日本晶片制造商RAPDES计划于2027年开始在北海道量产晶片。 与此同时,日本续化城公司宣布,将在静岗县富士市建设半导体材料新工厂,总投资额超过150亿日元。 续化城在全球半导体需求触底RAPDES等日本半导体厂等扩大生产的趋势下,打算依靠新工厂完善供应体制。 续化城新工厂将增产液态感光树枝,这种产品可用于各类先进半导体封装领域,可对晶片表面进行保护和绝援,这类产品商品名为P毛。 新工厂将在续化城现有工厂区域内进行建设,计划于2024年12月投产。 除生产设备外,品质检查设备已将于2024年4月投入使用。 据悉,在液态感光树枝材料领域,续化城,Resenac Holdings,柱友店幕,Sumitomo Bakelite等日本企业占据为行业领导者,所有日企在该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90%左右。 另外,根据日本横滨市的一份公告,由于三星电子将在五年内投资约410日元折合2.8亿美元,在日本建立一个先进晶片封装研究中心。 三星晶片业务负责人Tiang Kaihian在横滨市的公告中指出,日本工厂将使三星加强其在晶片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与总部位于横滨的封装相关公司合作。 此前有消息称,三星正考虑在日本神代川县建立一个封装工厂,以加深与日本晶片制造设备和材料制造上的联系,三星在该县已经有一个研发中心。 目前,各家公司都在竞相开发先进的封装技术,即将多个组件集成到一个封装中,以提高晶片的整体效能。 知名调研机构又则在报告指出,经历去年上半年的低迷,先进封装市场第三季度将迎来23.8%的强劲增长,预计2023年全年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并在未来五年实现8.7%的年复合增长速度,从2022年的439亿美元增长至2028年的724亿美元。 又强调,2023年半导体行业将迎来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先进封装市场预计将保持在430亿美元的水平。 先进封装市场的收入预计将在2.5D与3D、FCBGA和FO封装领域出现轻微增长,而其他技术平台可能会因行动装置和消费市场需求疲软而经历收入下降。 除了日本之外,随着人工智慧对AI晶片的需求不断增长,三星、SK海力士都致力于扩大HBM高频宽记忆体晶片业务,以加强与辉达、AMD等客户的合作。 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人工智慧半导体的本地生产。 近日有业内消息称,三星、SK海力士正在商讨在美国生产HBM。 此前,SK海力士于2022年7月宣布将投资15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记忆体晶片封装工厂和研发中心,不过选址至今尚未确定。 业界预计,SK海力士将选择生产HBM晶片,并优先实施TSVC通孔技术。 三星已经开始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造晶圆厂,该工厂极有可能包含HBM产线。 业内人士指出,从第五代HBM及HBM3E开始,晶片有望采用3nm至5nm工艺生产,因此该工厂将发挥重要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HBM产品附加值很高,产品售价是标准DRAM的7倍,可以抵消美国本土劳动力成本的劣势。 另一方面,许多客户如辉达、英特尔、AMD等都来自美国,同样适合三星、SK海力士选址在美国生产。 此外,美国的晶片法案还针对美国本土晶片制造提供补贴。 据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预测,2022到2027年,全球HBM市场规模将从11亿美元增至52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2为36.3%。 同期,HBM容量需求将从1.23EG增加到9.72EG,复合年均增长率为51.3%。 三星、SK海力士、美光这三大D-RAM企业将从中受惠。 首尔经济日报与Business Korea报道,三星晶圆制造事业总裁崔石荣,日前在旧金山举行的2023年国际电子设备会议致辞时指出, 三星投资170亿美元的泰勒士晶圆厂,将于2024年下半年产出第一片晶圆,2025年开始量产。 这是继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量产时间,递延至2025年之后, 三星位于美国德州泰勒士晶圆厂的量产时间点, 也从2024年延后到2025年,凸显非美西半导体厂,在美国设立工厂难度高。 这意味着,三星2021年宣布投资泰勒士建厂时,原本规划2024下半年开始量产, 如今面临延迟至少半年的状况。 这对致力强化美国本地半导体制造的美国政府来说,可谓又一打击。 Business Korea指出,三星延后泰勒士晶圆厂量产时程, 据传与美国政府合法补贴缓慢,以及多种许可申请难关有关, 对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影响三星在美国的投资决策。 台积电稍早指出,考量专业建筑工人和设备安装技术人员不足, 亚利桑州晶圆厂量产时间由原定2024年,递延到2025年。 台积电和三星相继变更生产计划,意味着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厂, 可能要等到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才能投产。 美国官方合法环境许可的问题,以及美国政府财务支持上进度迟还, 导致美国国内的晶片建厂案几经折腾。 业界人士则认为,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三家半导体巨头, 抢占美国市场在地生产商机, 短期内恐仍有具地主优势的英特尔取得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